還提磨刀霍霍 要斬斷蒲園的威冕之路 怎麼牽制O'Brien和劉振 兩大得分點 成為橘色軍團的重要工作 跟O'Brien很熟吧 我們已經跟他打了兩三年吧 所以他的打法 我們都很清楚了 我相信我們經過第一輪 就是對到一個 一直投外線的羊將 偶爾打裡面的羊將 我們球員比較習慣 就是可能是在外圍補防 麥總麥英陶斯第二輪 面對富邦勇士表現 但已經優勢他禮拜三到醫院 右膝蓋抽了大約80cc的積水 周四並沒有參與團隊練習 據劉振的部分 蒲園也準備就緒 民包括了林金榜 施敬堯和林任鴻 得借力伺候 就是每一隊就是要針對劉振 可是他這麼優秀的球員 他真的很難用一個人手 就算是金榜 算是千兩名的就是防守 可是還是要用全隊啊 沒有什麼策略 沒有什麼方法 就是你只能降低他的得分量 因為你不可能 就是完全就是讓他得0分嘛 但是進去壓低他的那個 戰鬥力攻擊力 對啊 能把腰最低最好 冠軍賽的前一天晚上應該會想很多 最難手 劉振啊 他速度很快 他又高 然後這季外線又滿準的 所以是一個非常難慘的一個人 打同學心情就是很開心 會緊張還是會緊張 好像也沒有比他高 但是積極度吧 有心情有心情 就是進攻比較有可能失場 那防守比較不會 那在場上就是專注防守他 歐真防守的任務交代完成 邁總更希望後衛們 可以發揮經驗的優勢 城市街隔氣好 聯手陳建恩彭俊彥 穩定團隊節奏 迎接綠山軍的強勢挑戰 我來地區黃瑞公黃河軍採訪報導